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都习惯把最好的朋友认作新二代们的干爹干妈 杨幂和刘凯威的女儿小糯米的干妈就是周比畅 虽然杨幂的好友挺多的 但是当时小糯米人周比畅为干妈时很多人也是摸不着头脑 今天要讲的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儿子想想 所认的这位干妈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们都知道 在2018年时 赵丽颖和冯绍峰在知否知否 应是丽妃红瘦中英系生情 竟然直接跳过了官宣恋爱的步骤 先是直接谈起了的夏琴 最后再直接官宣结婚 把网友们吓得不轻 在官宣结婚后不久 两个人就诞下了爱情的结晶 生下了儿子想想 大家都在猜测 那想想的干妈肯定就是谢娜了 毕竟两个人关系这么好 在娱乐圈可是享有好闺蜜的称号的 但是赵丽颖却表示干妈并不是谢娜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 赵丽颖和谢娜之间的感情 不是亲姐妹却胜似亲姐妹 她们能够建立这么好的友谊 偶像来了是她俩认识的开始 自从参加这个节目 初出忙碌的赵丽颖 就能和谢娜打成一片 两个人最初签的 就是她们的撞山梗了 幸好有你陪我 咋呢 因为我觉得 我每次穿的都不好看 走开 真的很不喜欢赵丽颖 她又说了啥 她很生气的对我说 娜姐幸好有你陪我 我说怎么呢 她说因为我觉得 我每次都穿的不好看 但是你又跟我穿的挺像的 在这个节目我们能看到最真实的赵丽颖 当时她语出惊人 每句话可以说是真真见血 于是在娱乐圈中做事赵小高这一尊称 赵丽颖和谢娜两个人的共同点 那就是性格直爽 非常直接 想说什么从来不会拐弯抹角 正所谓同性相惜 她们由此结成了好姐妹 互相看玩笑对方也不会生气 这就是她俩小打小闹的日常 在录制向往的生活时 谢娜就邀请赵丽颖以好姐妹的身份前来参加 在节目上两人还表示 对于王有起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这个称呼非常满意 还以大哥二弟称呼对方 在节目中谢娜还爆料 赵丽颖在一整年全在拍戏 每天都泡在剧组 唯一的一次三天休息时间 是去找谢娜玩去了 可见这对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好闺蜜 然后她整年只休息了几天 三天吧 我那天 她三天回北京 我们俩就 我们就约着唱歌 玩聊天 玩了三天 然后还又回到了剧组 然而赵丽颖却没有任谢娜做干妈 却让歌手张碧晨当了干妈 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 感觉一个是演员 一个是歌手 是把干子打不着的关系 赵丽颖儿子干妈竟不是谢娜 而是未婚生子的她 冯绍峰能同意吗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赵丽颖拍摄楚桥传时 这部剧的主题曲就是赵丽颖和张碧晨合唱的 这期间两个人间就建立了浓厚的感情 赵丽颖一般都能和一起合作的演员 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在张碧晨前妻和华晨宇被爆出未婚 但却有一个孩子时 赵丽颖还专门为张碧晨讲了热搜 把自己工作室的事情推了上去 把热度压了下来 能做到这般相信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不一般的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